什么?这个神秘的空间进去黑布里面居然不是乌鲁特拉莽 里面没有任何超人力霸王 只有奶子和色色的东西 现在连光都不能相信了吗? 我还能相信什么啊? 大家好,我是米干 之前结束的一场活动ACE 是一场大型的同人日贩售又称同人战 而这场活动从开始到结束 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议 原本大家很期待他能够左打CWT 右打FF 把两个大场次打下来 成为一个新的大型同人战 然而在这第一届结束之后 却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性 也有许多的批评谩骂 在活动开始以前的准备时间 就已经有发出不少问题 而在活动开始之后也有不少的抱怨声 因此也有人整理了这些问题 还有人制作了PPT 我会附上网址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底下的简介栏 那么这支影片就是来简单聊一下 这一次ACE整体上究竟发生了哪些问题 以及可能会对台湾的场次有哪些影响呢? 首先就是在准备期间 在报名阶段就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像是报摊的部分 VTuber的摊位和其他单位就已经有做出区别 产生出了一些差别待遇 像是VTuber的摊位本身就必须要一次报两天摊位 调价6000多元 虽然普通的摊位最少也要2500以上 基本上都是FF这种最贵的摊位 两倍价钱以上了 而这一次主打的彩虹色1N组见面会 从开始的公布一直到最后也发生出了很多问题 这边就简单来整理一下 这边简单先来介绍一下ACE这场活动 简单来说就和一般的同人字贩售会差不多 由创作者们报名摆摊 卖自己的周边小物和原创或二创的同人字 除了会师以外 还有一些像是手作类或是VTuber会在里面摆摊 而这一次也有主打VTuber 另外官方也有设置表演舞台 除了有邀请漫画家众春有菜 另外还有举办动漫音乐祭 甚至是邀请了彩虹色的1N组 有跟粉丝一对一互动的机会 看起来内容相当丰富 一开始许多人也非常期待这一次活动的开始 然而随着时间慢慢接近 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 首先在报摊的时候 很多人应该就会发现 一般摊位的报名方案 跟VTuber的报名方案是完全不同的 摊位一天的票至少2500到4500都有 而一般参加者的票也要400元 而VTuber的摊位更是直接绑定两天 要价6000多 而VTuber摊位跟一般摊位的差别待遇 还不只有这样 在一开始报名阶段的时候 官方有释出一个活动 简单来说就是拉参加者可以减免 摊位的费用 然而之后这个活动却悄悄的不见了 没有任何公告没有任何通知 虽然之后有类似的方案 但内容特别强调创作者 而VTuber不在创作者的类别中 也就是说你是VTuber 你不管拉了几个人都没用 而这些资讯也不是官方主动告知 而官方回复讯息的速度也非常慢 并且还有出现回复讯息的人不同 而得到的内容也有出入的状况 而官方的规定内容也是朝夕另改 可能你前一天刚看完 隔天马上改成不同版本 甚至一直到活动前一天还在改 并且还是没有发任何的公告通知 被爆出来的厂后寄货 以及官方对于摊位的活动内容 都只算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许多人应该比较有关注到的 彩虹色伊恩组见面会 原本这是许多人期待的主要活动之一 然而在票开卖的当天 想参加的人都买票之后 晚上才公布有线票券 并且票价还便宜许多 已经买到票的人如果要退票的话 又要支付5%的手续费 因此当天晚上公布之后 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然后通常这种活动 都会在前一天提供摊商们 去现场布置 然而却又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就是一开始官方公布的摊位 原先的示意图是长这样 然而现场真正提供的却少了一半 并且许多摊商也发现 背板需要用加构的 就连企业摊也不例外 尤其还传出企业摊除了地毯以外 大部分都要加构 金额也不消 而现场整备的情况也相当混乱 摊位的货物被乱丢没有排序 要自己去翻 然后现场的位置 还没有明确的标注编号 再加上这是他们的摊位布置图 有直排有横排 英文字的编号还没有照顺序 A B 之后中间挡个G 旁边才是C 还特别有个V编号的区块 那在桌上没有标注编号的情况下 真的很难知道自己在哪一摊 然后这时也出现了工作人员消息不灵通 一问三不知 或者是 好几个人答案都不同的情况 也从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传出 工作人员态度很差的情况 像是问摊位位置 只用指的 没有代位 遇到开车的还会说 没有料到摊主会开车 现场的审核方面 也是说的好像很严要看身份 但实际又出现了 完全没人管的情况 而这些情况都还是在准备阶段 就已经发生了问题 然后在隔天活动正式开始后 更是各种问题连环抱 首先就是入场部分 虽然有些人会说本来就规定不能夜排 就会觉得那些提早来排队的人 还在靠邀很早的时间点没人来整队 但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协助整队的一般民众被骂 并且官方人员也没负责整队就开门 没有引导跟整队 导致中间会出现直接插队的情况 像工作人员提出问题还会被呛 不爽就重新排队 而社团入场那边也没好到哪里去 直接出现了活动已经开始 但社团入场还在大塞车的情况 社团入场那边主要最大的问题就是 动线和入场排序都很混乱 原本还在排队居然就变成了现场叫号 交到哪一区编号的人就进去 但里面也衍生出了很多问题 像是叫号不清楚 没有听到叫号进去 或者是排抽队就要重排 而其中被认为影响社团入场速度 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们在现场才通知要收押金 又是一个大部分人事前不知道的规定 还有人遇到被说因为白两天的关系 因此要收两千元的押金 但处理退押金时 却只退一千 反应之后 还被问说收两千的那对工作人员是谁要指认出来 不是谁指的出来啊 还有人遇到被收两次押金的 同样也是被要求指认收款的工作人员 还有R18相关的摊位 入场前要签署同意书 里面还提到要遵守一直在改的 创作者手册 在后面也有很多 像工作人员询问问题 不是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 不然就是一问三不知 这部分很明显的就是 内部人员沟通不良 而这一次的抱怨中 工作人员的部分不在少数 除了讯息混乱和态度很差以外 很明显能感受到 官方和工作人员那边整体的资讯都有误差 整个场次控管以及 场次的相关活动都有问题 而在见面会也有发生 像是正品被粗暴对待 以及对于见面会的VTuber是谁 排队的相关事宜又是什么一问三不知 当然也有传出 许多的相关事项都是工作人员当天 才接收到而且还不是完全的讯息 许多事项诸如动线部分 都是现场讨论 而外面的人已经在排队 而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要等到 上层的人决定完之后 才能有行动这也很正常 因此才会感觉到这种仓促感 然后没多久就传出了这张截图 疑似内部人员的抱怨 怪厂商 怪创作者 怪夜排的人 怪拉队伍的人 怪彩虹色的粉丝 怪舞台表演彩排的人 从之后官方的道歉公告来看 这次工作人员发的可能性也变大了 另外也有传出 从舞台区的旁边疑似 有一个空隙 可以直接无验票的入场 这也是整体控管的疏忽之一 谈完入场跟工作人员的问题之后 再来就是场内问题 先提下这次的场次有一个都市传说 那就是没什么人看过的场刊 官方说有场刊 但大部分的人都说没拿到 那究竟有没有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场部问题以外 首先就是关于活动部分 彩虹色见面会的舞台 音量过大 让周围的摊位除了要受音量的洗礼以外 就是会被震得很不舒服 而见面会会场内 先不管它的灯光效果如何 有传出一些对有买票的人不公平的事项 甚至还不小心出现下舞场的演唱歌曲 播成上舞场的 直接让大家知道了 哦 这是预录的 这现场见面会的感觉直接大打折扣 而声音的部分也影响到了 旁边众春有菜的见面会 声音直接被干扰 导致许多对话是听不到的 然后周边商品部分也是各种出包 表演舞台部分也是 彩排没有工作人员控场 现场呈现也是非常混乱 甚至还有出演时 主持人直接点名这一团 是自己报名来的 这种不尊重表演者的介绍方式 当然关于活动问题的部分还有很多 但基本上都跟前面的问题点大中小异 接着就来谈谈同仁展最重要的部分 这一次的摊位情况 首先就是摊位的各种差别待遇 除了前面提到的摊位排序问题以外 有一些像是摊位走道的宽度不一致 有一些摊位被设在柱子旁边 甚至有两个区块 直接成为真正的受害者 像是被边缘化的1区 除了位置在表演舞台的正后方以外 他会受到各种舞台的音让通缉 基本上1区就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而另一方面同仁展最大中的 色色区R18区 这一次直接被设立一个独立区块 用了一个大型广告刊板挡住 左边迪士尼 右边乌鲁托拉莽 入口处还挂着黑布 第一天还没有明显标示 不讲还真的会以为里面是什么 野兽国展览区 想看迪士尼和乌鲁托拉莽周边的人进去 结果看到了一堆奶子和色色 有没有想过这种被欺骗的感觉 再加上也禁止R18区的过度宣传 导致R18区里面的生意也很惨淡 甚至一些外面的摊位 可能都比里面色 说起来这个活动 会办起来的原因之一不就是 其实那只针对COSER 确实这次对COSER也蛮宽松的 也因为各式各样的动线 摊位配置 舞台动线等等的问题 导致某些区块很冷清 还会被工作人员酸 这也是这一次最多人不满的地方 然后还有出现VTuber摊位 因为布置的挂肘等商品 图片被认为太过于普路 他们只称有仪式彩虹色活动工作人员 来要求撤下 究竟那是否是工作人员 A11官方究竟有没有沟通好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 其实这次的大部分问题 都会让人感觉 A11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 许多公告内容或者是活动讯息 都像是挤牙膏一般 慢慢的释出修改 还没有任何公告通知 而最后的消息不一致 导致不论是参加人员还是工作人员 每个人得知的讯息 得知的规定都不一样 而最后的官方道歉 也是感觉许多都没到点上 感觉他们这次想要的东西太多 一次弄了三个舞台 举办的活动太多 又没有时间做测试 而这次的场次被称为只有场地是优点 那么是否也让其他的主办单位 看到了一些可能性呢 首先就是这次的价位 证明了提高了两倍 大部分人还是能接受的 那么有没有办法换大一点的场地 收多一点谈委费 以及参加费 让品质变得更好一点呢 但希望反而不要是差别待遇这点 被看到可以使用 当然也是希望台湾的同仁展活动 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各位有看过这次的A11场刊吗? 那么这支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可以分享订阅以及加入频道会员 也可以使用超级感谢补助我一个便当钱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